焦点要来关心 鸿海宣布入股夏普 已经两个多月了 那么市场担心的是 这郭董恐怕会买到赔钱货 因为夏普的股价 可以说是跌跌不休 那么为了化解市场的疑虑 鸿海现在是提前公告了 跟夏普结盟的账上亏损 合计鸿海家族 这亏损就达到了64亿元 鸿海发言人就说了 外界应该现在要把价格 转移到价值 我们夏普的这个企业 并不需要拯救 我们再做整合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再三强调 入股夏普是整合非拯救 不过夏普的股价 在之前却创下34年来的低点 任为经济质疑 鸿海入股夏普是不是买贵了 法人甚至传出鸿海可能要求 与夏普重新协商结盟计划 面对传言不断 鸿海主动公告 与夏普结盟的账上亏损 其中鸿海估计亏损26.32亿台币 富士康为16.41亿 鸿准也有4.23亿 鸿准三子公司账面损失也超过17亿元 合计四家鸿海家族 账面亏损恐怕超过64亿 面对夏普股价近来明显下跌 引起市场传言不断 鸿海股东会上董事长郭台铭信心喊话 更自信表示能打败南韩三星 不过为了化解市场疑虑 鸿海主动出击不只提前揭露账面损失 发言人形置评更指出 鸿海和夏普盒子是全面长期合作 应该把焦点从价格移转到价值 而且账面损益会随着夏普股价和日元汇率而波动 看来鸿海动作频频又希望能消除投资人疑虑 不过专家表示 外界更关注的其实是鸿海入股夏普 究竟能否发挥效益 至于亏损金额的利空消息已经反映 对鸿海家族周一股价影响有限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